全省各地欢度中秋喜迎国庆 文旅大餐让旅游活动节味更浓 南昌神经塔中秋庙会 好戏联台欢乐多 舞起稻草火龙灯 景德镇浮凉欢度中秋庆丰年 中秋味道浓 上饶物源夜游经济红火 重达10.08吨巨型夜明珠 中秋之夜亮相辅州大绝山 更多精彩江西旅游报道 马上为你新鲜呈现 关注旅游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江西旅游报道 中秋灯会民宿展演 非以展示读书讲座 今年中秋假节期间 全省各地安排各类文旅活动三百余项 让旅游活动节味更浓 人们出游的热情也是持续高涨 静享节日里的旅游大餐 首先我们去南昌的神经塔感受一番热闹的氛围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韩 现在我的位置是南昌的神经塔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南昌人的儿时的回忆了 记得在我小时候每到过节的时候 这里就会张灯结彩 而且有各式各样的好吃的 实在开始享受了 但今天我们的中秋庙会 不光有各式各样的好吃的 让您可以逛吃逛吃之外 还给您准备了很多的精彩活动 有哪些呢 我带您去感受一下 以千年古建筑南昌神经塔为载体的神经塔庙会 自2002年首次举办以来 已经迈入了第17个年头 成为了南昌市极具地方代表性的盛会 在这里可看 可玩 可吃 可买 可参与 可回味 感受浓浓的南昌味 每一年的神经塔庙会都热闹非凡 今年中秋也不例外 在神经塔景区内的龙兴戏台上 一场精彩的演出 让人看得是目不转睛 秋风袭袭 曲韵悠扬 人山人海 灯火辉煌 歌声 笑声 掌声 连绵不绝 精彩的舞蹈 美妙的歌声 幽默的南昌本土特色小品 今年的神经塔中秋庙会 由南昌市文广新旅局 南昌市艺术中心 和神经塔管委会 共同为广大市民级游客 举办了这场中秋文艺晚会 带来了不同反响的视听享受 让现场的观众们大呼过瘾 还是不错的 中秋之夜 满街地气的 比较好看 适应我们这些 正老年等等 现在也是小品来了 南昌的地方小品 这挺好玩的 一开始就知道 今天会有这个吸血这些 但不知道是今天吧 就挺好看的 有唱的也有说小品的嘛 风味很不错 很喜气 很符合中秋节 本次庙会呢 除了有精彩表演之外 在我身后的一个活动 也吸引了我 特别有意思 它是图书大棚车 原来是图书馆 送书进夜市 以前我们逛夜市 可能会看到 一大桌子人围在一起 炙香的喝辣的 把酒延欢 但今天大伙也坐在一起 他们不是吃东西 他们是读书 而且还有DIY 手工制作月饼 里面非常热闹 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与白天见到的 图书大棚车不同 夜晚的图书大棚车 经过灯饰的装扮 在夜色中 发出奇幻的灯光 让很多市民 从远处就能看到 醒目的标识和车身 据了解 本次南超市图书馆 举办的 送书进夜市活动中 图书大棚车内 满载1500余册图书 还专门设有 中国好书专家 通过自助借环系统 电子戈德机 VR头盔等先进设备 针对不同人群 提供流动精准服务 为夜市游客 以及周边居民 提供免费借环书 草码电子阅读 VR体验 及阅读推广等活动 引导市民 多读书 读好书 形成全民阅读的 良好氛围 恰逢中秋 此次送书进夜市活动 还为广大游客朋友们 准备了免费的材料 让大伙手工制作月饼 现场到处使欢声笑语 乐趣十足 我觉得我做得最好 我自己像夜饼的 谈那个盐球哪像夜饼呢 那就是一个球啦 觉得蛮开心的 这些呢 大家也学到了一点 做夜饼的知识 分为非常好 包括我们认识的 不认识的 大家就是说 全部在这个 活动场地 大家都认为 体会到 中国就是说 传统文化的 它一个那个 精髓 因为 每年的那赏约 然后都是我们 就是说 几千年下来 都是传承 这不只是一种 自己制作 都是一种传承 据了解 神经塔夜市之 周末大戏台活动 从8月31号起 每周末晚 19点30分 至20点30分演出 每周两场 活动将持续 8周 总计16场 另外 9月6号 至11月19号 南昌市图书馆 图书大棚车 宋书进夜市活动 将在每周 一三五举行 分别走进 张树林生活公园 蓝海广场 和神经塔景区 为市民呈上 精彩的 夜市文化盛宴 每年的中秋节 位于景德镇 海拔700多米的 边缘小山村里 福良县 俄湖镇 桃陵 楚冈村 当地村民都要武器 流传了近600年的 独特民俗 稻草火龙灯 来欢庆 中秋佳节 喜庆丰收 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现场更是喜庆热烈 9月13号晚上 村宗祠和门前广场上 聚集了1000多名 专程来看 龙灯的村民和游客 在宗祠里上堂 摆放着 用刚收割下来的稻草 南瓜和毛竹 扎起的12根稻草火龙 晚八时许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 祭拜仪式后 村里20多名青壮年男子 同时挥动 12条火龙 在宗祠里和广场上 上下翻转 火龙灯 无期来了 顿时锣鼓声 鞭炮声 礼花声齐鸣 我们赶回家 过这个中秋节 迎农灯活动 每人都热情 特别热情 热情高涨 通过这个活动 我们祈祷了 来五谷风灯 风调雨顺 天下太平 稻草龙灯 在村民的护送下 从该村宗祠门前开始 沿着村晒谷场 又沿着山村中 蜿蜒的道路 到村里的各家各户门前 每一处 锣鼓声 吟炮声 呐喊声 连成一片 龙灯一会儿空中盘旋 一会儿随地翻滚前进 整个山村 沉浸在一片 欢乐的海洋中 我是专程从杭州赶过来的 这些灯砸得特别的好看 舞的也非常的专业 今天度过来一个 南旺的夜晚 我们从是外地来的 他们很漂亮 这个灯 今天度过一个 南旺的中秋的夜晚 很漂亮 祝他们永远风调雨顺 据了解 该村的稻草火龙灯 是江西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年的中秋节 当地都会举办 五龙灯 庆丰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活动 吸引各地的游客 前往观赏 这项活动至今 也有六百多年的史 从明代至今 从未间断 夜幕下 微风吹动着火苗 稻草上的朵朵火焰 宛如镶嵌在天幕上的 颗颗明珠 流光一彩 红红的火苗 映红着村民 幸福的笑脸 回老家 画中秋 共团圆 中秋佳节期间 尚绕雾园的夜游经济 格外火爆 其中梦里老家小镇 呈现的古汉拜月大典 传承古人 祭月拜月 福佑华夏的 纯厚礼俗 信了不少的游客 在古典音乐的配合下 身着汉服 手提花灯的人们 借月光与竹宫 向月亮 明颂注文 寄托风调雨顺 月圆人员 家和天下和的 美好祈福 非常震撼 因为我以前只知道 中秋有赏月吃月饼的习俗 但是看过这个才了解到 原来我们自古以来 就有祭拜月亮 向月亮祈求 这个力量的这样的一个习俗 到中间海一度被黄亭垄断 然后后面又回归了大众 到现在我们又把它复原 所以就是感受到 我们的中华民族 就是优长的历史文化 然后尤其他在那个 住持的时候 说我滑下 泱泱滑下大国 我觉得特别有 那个炎黄子孙的自豪感 祭月赏月 是古代中秋的重要习俗 物园梦里老家演艺小镇 不仅让游客朋友们 更加直观地体验到 拜月大典的盛况 而且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 中秋佳节的文化魅力 今年已经是我们梦里老家 第三届举办中秋拜月大典 那么我们在这个每年 在这个中秋佳节期间 我们举办这么一个 具有这个中华汉文化 传统习俗这么一次这个圣典呢 是为了弘扬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让大家这个找 在我们景区里面呢 能重新找到传统的这个记忆 也是同时的 也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祈福 祝愿我们的这个祖国 传统参数 物园梦里老家景区 主要是以演艺为核心 填补物园夜间旅游市场空白 依托一台大型实景演出 加上小镇沉浸式文化体验 与游客互动 在小镇里面植入穿越的元素 结合传统民俗文化表演 让游客在景区能够更直观地体会 物园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 同时也丰富了游客 在物园夜间的休闲度假时光 今年截止到八月底 物园梦里老家演艺小镇 接待游客一百零五万 整个经济效益将近两千万元 再把目光转向釜州 中秋月圆之夜 在釜州大绝山景区 一颗重达10电08吨的巨型夜明珠 在中秋之夜惊艳亮相 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 官方工作人员现场审核 这颗大绝明珠直径达1.81米 重达10.08吨 模式硬度为4到4.5 通体为翡翠绿色 圆滑而光润 人常说黄金有价又有价 但实质上是说 之前在网上有报道 是那个山东游客夜明珠 它的重量是6吨 当时它的估值是22个亿 但是目前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夜明珠 是10.08吨 1.81米 所以说对于它的估值 目前没有一个很精准的概念 但实际上我相信 这个夜明珠的价值是远远超过 之前在山东的那个22个亿的价值 当晚在大绝山古镇舞台 一场精彩分成的大绝明珠起航 中秋文艺晚会拉开了帷幕 模仿秀 歌曲串烧 戏曲连唱 还有民族舞蹈 让整场中秋晚宴充满欢声笑语 随后300架无人机 在大绝山外广场升空编队表演 黑色天空为幕布 不断在空中闪烁彩色的光 或变换队形或组成图案 形成了位为壮观的惊艳画卷 值得一提的是 无人机表演 以手掌双手合十的姿势开场 之后摆出立体夜明珠 月亮 嫦娥等造型 最后以70周年字样为结尾表演 比较震撼 因为我们小地方也没 平常没看过这么精彩的表演 因为我们本地的一年要来 这些很多次 然后看到它一年一年 这个发生巨大的变化 现在是越来越美了 近年来 大绝山立足生态旅游优势 以独特的经营理念 打造了全国的生态旅游明珠 让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花绽放 全省各地文化菜单 可谓是格外丰盛 除此之外 庐山 吉安 淡州石城 庐山西海 各地的旅游活动也是精彩分成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如晴湖畔销生起 花境草堂 月伦明 节日期间 中秋好时节 巧手做月饼活动 在庐山如晴湖环湖战道热闹举行 了解传统习俗 烧灯塔 吃柚子 酿桂花酒 并现场分食香甜的柚子 让现场的人们感觉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感觉到这种中秋节的这种气氛 感觉到很甜蜜很和睦 再来做做月饼感受一下中秋节 进去感受一下 然后知道月饼怎么做的 吃了自己亲手做的月饼意义更有意义 中华上下五千年 中国是一个特别有历史 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一个国家 祖父母亲我爱你 每逢中秋佳节 百事大如陆向山顾礼 金西县陆芳乡 陆芳村 陆氏族人 都会举办家宴中秋 家风传承主题活动 这样的活动已经流传有千百年 从未间断过 飘飘飘 以事生生天不飘 以事生生天不飘 送读家训过后 大家纷纷一起制作月饼 米饺 印饼等中秋传统美食 烹制家常菜 张罗百家宴 四百多名族青 一边品尝着美味佳肴 互助幸福 一同在祖辞中 庆中秋 现场一片温馨 中秋小长假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纷纷来到庐山西海风景区 与家人共享生态山水 体验惊险刺激的西海漂流 据了解 中秋小长假前两日 景区共接待游客 五点九三万人次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纷纷带着家人 游览在我们如山西海的湖区当中 在这个荷家欢热的日子里 大家敬想中国最美的湖光山色 除了绝美的湖光山色 岛上的罕泉 玻璃栈道 以及民俗表演 也让游客们玩得不亦乐乎 同时 游客们还纷纷与家人 一同登上九十九米高的 西海之星玻璃观光塔 用手机记录下 中秋和家团圆的美好瞬间 明月千里应万家 又是一年赏月时 九月十三号晚 赏明月品美酒看大戏 卢林人文古第四届中秋民俗活动 在吉安卢林老街正式启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市民 欢聚一堂 共同享受这场弘扬传统文化 彰显吉安风情的月光盛宴 在活动中 李渔登表演 采茶戏沈舅舅 鱼鼓说唱 说唱卢林等吉安民俗节目 精彩不断 大家围坐在一起 吃美食 饮美酒 看大戏 赏月畅谈 共同祝愿伟大祖国 更加繁荣称盛 祝福吉安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中秋节前夕 广大爱心人士和志愿者们 来到石城县平山镇长溪村 开展中秋节暖床前慈善敬老活动 为村里一百多位七十五周岁以上的老人 送去节日问候和祝福 我们所有的老人 看到了精彩的表演 听到了童林的过程 我们陪关清洁和古物 我们希望用我们精心准备的节目 给老人们带气快乐 送上祝福 支援者们还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 让老人们相聚一堂 提前吃团圆大餐 今天我们为老人们准备了一顿团圆大餐 希望能以这种方式 让老人们过上一个欢乐团圆的中秋佳节 也祝老人们生活越来越幸福 身体健康长寿 赏美食 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